灰馬的好主意 全部馬不準備 堂堂三場賽事三班 千龍米的賽事準備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平排出閘 帶外擋好機會比較快 中間黃衣有喜樂洋洋 外面紅帽還有全能足球 內蘭第四位灰馬有好主意 中間夾著第五位還有神聖火具 再後面的馬 內蘭超剛月影 外面百事神區 後多少尾四 淺藍衣薄荷堂 尾三架脆 尾二強中堅 暫時包到最後就是那隻好好景 過了1200米斷柱 向著1000米斷柱進發 全能足球在外面放了出來 一路就等你上來 外面有好好的機會 再跟著第三位有喜樂洋洋 內蘭第四灰馬是好主意 一對熱門分裂三四位 再後面的馬匹有神聖火具 內蘭紫色衣服超剛月影 再數後面的馬有百事神區薄荷堂 尾三是架脆 尾以內蘭有這隻強中堅 包到最後仍然是那隻好好景 好 轉彎差不多入直路了 前面有好機會帶著半個身位 第二位是喜樂洋洋上來了 第三位內蘭紅帽全能足球 灰馬有好主意 跟著好主意後面有皇衫神聖火具 再在前面還有超剛月影 外面打衝鋒有百事神區 中間在找位還有薄荷堂的馬 繞到最後二百多米 喜樂洋洋在中間騎出來 看到中堂有神聖火具在追 內蘭很好機會 在外面上來還有百事神區 中間就是這顆薄荷堂 繞到最後二百米 見到外面百事神區 但中間薄荷堂已經將它追過 再在前面還有神聖火具 喜樂洋洋過終點薄荷堂贏 第二名百事神區 第三名喜樂洋洋和神聖火具 跑得很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就是薄荷堂 三班都是頭馬 中檔淺藍衫已經是透出的 外面就是這隻百事神區 結果就是這兩隻馬包辦的連贏位 第三名喜樂洋洋 第四名就是神聖火具 又來了 又來了薄荷堂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這隻馬 不過上一次也看到不是太差 但是那隻百事神區 莫雅誇下真的跑得很精彩 第三名喜樂洋洋 第四名一度以為出頭 神聖火具還有開慢車 7298 185倍Q 只有那十一隻馬 34倍6贏 在這裡 杜利萊 一直壓著這隻 百事神區 這些組合已經拿來命 道理來方仔 好,看看這步 很順利 如其走的 真是兩隻 紅衣仔 全量足球都要讓人走 走得很短 又可以猜到 有機會慢走 你看蔡明紹的形態 簡直是半站在身上 站在身上 當然了,知道這場馬 都沒有走得很快 所以我都可以趕著 二至三球都可以走得上來 偉達自己的灰馬 真是好主意 出來之後扣 希望能蓋他 當然會有 其實沒問題 無論步速各樣 對好主意來說 都不是吃力 所以你要問 究竟為何這場 會跑得連胚子都沒有 甚麼原因 是否這隻馬 揹了重磅 不對 他都是實際套 他試過在四班一三零都贏 一說是馬房 亦都好像說 數據 沒有三年前 因為時代 現在說數據 前面那堆馬 都回來是喜樂洋洋 叫做頂多個第三 他的第三只是撿回來 對 神聖火已經預備移出去 前面是沒有馬 即是沒有馬可以捱到 如果今天的喜樂洋洋 這些位置都沒有一、二名 我又要再撐過去 好,進直路了 這裡喜樂洋洋 以為都是強盧之末 你想看八備兩隻 為何會停手 是甚麼意思 沒錯,這裡當然很勤力 沒問題 對,安葛倫的左邊 大家都看得慣 你看到最後 這個薄荷躺過來 還不停的 他要靠進去 所以他要瘦瘦 然後在前面 接著薄荷躺過來 對 分析時間是頭段慢 25秒2 23段1正常 23秒27 23秒7半 沒段23秒14 總時間1分35秒36 是快於標準時間接近四線